今天吃這個 鮭魚 烤鮭魚跟烤蔬菜 啊~~飯 我老婆說很厲害的炒飯 我要跟她來吃吃看 到底不厲害 我是看網友接 是喔 那個什麼 頂太空炒 今天不同就這樣 我來吃吃 快快快快快 你先你先 你吃先 但但我我覺得 我要加要一點辣椒 但因為呢 我覺得 他在包覆那個蛋 那時候 不應該成形 就下 蛋排吃的時候就要下 然後他們 他們其實會加豬油下去炒 然後我看到網友用豬油下去炒 然後他會就是比較 比較香一點 但我覺得你炒這樣子有那種粒粒分泌的感覺 嗯 就是只要你不要加太多汁的話 嘿嘿嘿嘿 呵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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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 這是炒飯嗎 要勻嗎?還是要攪白水? 這有不一樣嗎? 不要我們 要不然就攪拌了,OK了 又來了 好啦好啦 可以把鏡頭留給我們嗎? 你這樣不好看,快 他吃東西給大家看 他自己再加一點辣椒,把這個辣椒用軟 好 我們辣椒用軟的 3 大家好 你跟大家說好啊 大家啦啦 你是誰? 拿到背的背的 他是皮格格皮 好 好了 鏡頭又回到我們這 我剛剛講是我忘了 就是這個辣椒厲害 不過我覺得你炒飯 不加辣椒其實我覺得是蠻香的 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啊 番茄醬蛋炒飯 我看那個網友加蠻大的一盒豬油 喔 然後他的蛋是那種黃色 橘黃色的 然後把飯包在裡面 然後就是 有點像金黃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那個蛋啊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其實 熟 外皮有時候比較多 把它丟下去 所以有一些的那個蛋 蛋 蛋是 蛋是比較大塊 那如果 那他蠻細的其實 那如果飯是直接 泡蛋液呢 會太濕了 有我有做過 我有做過 也會很漂亮 但我會建議就是 蛋黃就好 喔 蛋黃 如果是那種橘蛋黃 然後 我之前有做過 莊醬要不要吃這個 角白蒜 這會比較浪費而已 不浪 不是角白蒜 玉米筍我在幹什麼 角白蒜 我看著他 欸 然後我現在是想說 欸我剛剛是講的什麼 我哪裡 我有用角白蒜 嗯 然後這個 弄黑大蒜 這樣烤的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你把它掃光好了 幹嘛幹嘛 晚上不想吃頭電粉 對 交給我 這我可以 這個 加一點鮭魚下去 然後加一點辣椒 我就是 就是一口一口這樣吃 我把它弄蒜 我把鮭魚弄3萬2 不然我們開始來退鮭魚的時候 我說他做很厲害的炒飯 我會覺得是跟鮭魚有關的鮭魚炒飯 結果他說我們兩個鮭魚用烤的 好香 其實 你炒飯之後再把鮭魚啊 用好的鮭魚弄下去拌一拌 鮭魚會比較 沒有那麼乾 鮭魚會比較濕 但我發現我無法丟到那個 炒飯裡面下去炒的時候 我覺得他會比較乾 我覺得就有點浪 因為他 因為這鮭魚肥力就會比較浪費 因為大火在炒的時候 就是把水分給炒掉 那我覺得如果你 那種好鮭魚都把它撒在上面的話 他會保留那個鮭魚的油脂 嗯 這都我的對不對 這都你的 小心 那我真的覺得你這樣炒真的是蠻 蠻厲害的 怎樣厲害 就是你這個炒飯的炒功 有沒有 很像外面這種就是 就是那個飯其實有分 粒粒分泌有分的很開這樣子 其實你照的步驟 你也可以炒出這麼厲害的 你剛剛好像也在錄 對 不要想瓜屋 哇老婆 我也是看電視上面 小竹看看網路上面 大家在用 會是想這樣 嗯嗯嗯 今天想說哇自己試試看好了 然後 我跟你講這種 他們這種炒飯啊 嗯 其實他們是 只有加胡椒跟鹽而已 哦 所以你上面一定要用一個 你喜歡吃的辣椒 會非常好吃 變泰式炒飯 對 我們現在就是泰式的辣椒 好啦 泰式辣椒用完啦 嗯 下次再找其他的 不同口味的 辣椒 蛤 大家分享到這邊啊 吃的差不多了 現在 預備你